来上海玩不去玉园城华庙 那你就等于白来上海了 这条上海城华庙游完全攻略送给你 你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玉园站下 1号口出过马路就是玉园了 如果你从外滩游玩过来 从外滩慢慢悠悠走过来 大概走到这里不到一公里 只要15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到达我身后的玉园商城了 玉园这边路口非常多 我们现在从2号门进 直走就到达那个玉园最繁华的地方 这里是一条商业街 可以品尝各种美食 还有各种特色纪念品 继续往里面走 就是玉园老街 玉园的精华就在这里面 首先推荐德星馆的葱油饼 葱油饼 好烫啊 好了买了一个葱油饼 尝一尝 他家的葱油饼一口咬下去嘎吞脆 真的非常好吃 圈粉无数的蟹火剂 他家的招牌蟹黄面 一碗下去太满足了 你还可以去绿波廊 大湖春 等大城等老字号美食尝一尝 吃完美食可以去玉园逛一逛 我身后就是玉园 建于450年前 他的最早的主人呢 是潘允专 是四川的布镇室 他的父亲晚年想在这里 告老还乡 那么所以他为了取悦 他的父亲在这里建造了 四家园林 他是具有江南风暴的一所园林 那现在是被上海 被国家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玉园一定要看一下玉玲龙 接着再走一走九曲桥 据说走过九曲桥 人生的曲曲折折就开始顺了 是真的吗 反正我信了 最后再推荐一条美食街 就在玉园旁边 一马路之隔 这边就是校场街 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如果你在玉园还没有吃够 建议你再来这里继续吃 尝尝辣炒年糕 不是很辣 有嚼劲 吃饱逛好 最后去上海最美地铁站 14号线玉园站 拍个照打个卡 就可以打到回府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